原标题网报唐燕搞特殊化过安检不脱外套真实情况其实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明星艺人工作行程繁忙经常要出入机场这样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明星粉丝追星都会选择以机场作为根据地而明星们的一些思照 除了他们自己的自拍之外最多的也就是在机场被粉丝拍的那些 最近唐燕的一组机场思照就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在照片里 唐燕还是帽子眼镜一应俱全俱信半十足照理说 这些装备在接受安检的时候应该都要摘出才对 但没想到唐燕还是稳稳地穿着 所以就有些网友对此表示了质疑直指唐燕有搞特殊的嫌疑 毕竟其他普通群众在过安检的时候都是严格按照要求来的 不过有网友提出质疑 自然也就有网友出来解释了原来唐燕并不是所谓的搞特权 而是在这道安检关卡之 确实不需要脱外套摘帽子 只用粗略检查一番就可以了 真正需要脱外套检查的是在飞机境关处 而且不管是不是明星艺人都是一样的待遇 所以网传的唐燕搞特殊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其实想想明星艺人也不傻 怎么可能会这么大张旗鼓的 搞特殊更何况 唐燕素来在网上的风评都还不错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耍大牌做架子的行为 所以说搞特殊化这种事情并不像是唐燕能够做出来的 而且之前罗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说过自己非常不喜欢那些作而且不真实的女生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唐燕最起码是很真实很接地气的女生 那么想想这样的女生 也不可能会专门去搞特殊化 就算她确实是圈内知名的女神 其实算算唐燕和罗进 从2011年合作了乱世佳人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认识的第八年了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从普通友人到恋人再到夫妻当的转换 简直就是小说一般的存在啊 确实是不容易所以网友们也对他们祝福不断 不过话说回来自从唐燕和罗进结婚了之后 他们好像同框的机会就没有从前多了 而且也不会特意公开秀恩爱 一度想要降低群众对他们夫妻当的印象 感谢观看